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来 由于关税等各方面优惠政策 吸引了大批中国企业到纽西兰寻找合作机会 中国步步高集团也是其中之一 本周步步高集团与多个纽西兰大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希望以高质量低成本的思路 为纽中贸易关系发展做出一份新的贡献 2015年步步高集团倡议发起全球连彩众筹平台 让国内零售商联合起来为国内消费者提供优质的进口商品 董事长王田表示 全球连财众筹平台旨在为中国零售业拓展全球供应链 为行业缔造一个共享资源 共享市场 共赢市场的全球供应链联盟 为了响应我们习大道 海上失落了金鸡蛋 今年五月份 我们步高集团董事长王田先生一行 考察了我们新西兰 通过我们新西兰贸易中心 帮我们找到了很多需要我们去开发的一些商业资源 这次我过来也是贯彻落实我们董事长 今年五月份在新西兰刊证的一些项目 11月26日步步高集团副总裁胡文明先生 考察纽西兰当地两家历史超过百年的企业 并与纽西兰最大的全球蔬果花卉供应商GMP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步步高集团我们今年推出我们全球化战略以来 第一战的首战我们就抗争了新西兰 那么我们也是在海外的分子公司里面来说的话 第一个与新西兰签订了全球的战略合作协议 我在华战略来说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叫酸龙驱动 线上线下相互迎合 跨境这一块我们透过海外的一些优质的一些商品 能够透过与我们中国的云侯进行连接 把我们海外的一些商品 透过跨境的模式 透过保住舱的模式 快速的提供给我们消费者 步步高集团表示 中国与纽西兰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 为中牛两国的贸易提供了许多优惠 希望更多的大型企业可以通过纽西兰贸易中心 与步步高集团和全球连财众筹平台等资源 大力发展中国业务 中视记者张楚楚李若望采访报道